海拔3850公尺 青城玉山氣象站低溫零下11度 但天空已經放晴 氣象站工作人員爬上屋頂 趕緊清除太陽能板上前一天流下來的積水 隨著華南水氣離開 全台轉為乾冷天氣形態 高山雪停了 只剩下山頭殘血可見 海拔低一點的山區積雪 更開始融化成冰水 不過寒流威力還在 氣象署對全台發布低溫特報 奔到青城最低溫 苗裡三彎6.8度 桃園陽眉7度 新竹關西7.2度 外島青城最低溫 則出現在南竿只有2.9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氣溫還是相當的低 比起前一天最凍的時候稍稍回升 但大陸人高壓仍在籠罩在台灣上空 低溫持續時間拉長 週三白天北部東北部低溫 仍在10度以下 力道地區低溫警報 也還在6度以下橙色警報 週四開始寒流威力將逐漸減弱 但青城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還是偏冷 中部以北東北部地區低溫8-10度 南部及花農地區11-14度 那在中部或南部呢 白天的氣溫慢慢回升之後 大家要留意到就是中南部的日月溫差 會比較大 寒流極凍消防署統計 截至1月23號下午5點 全台到院前Oka死亡達到53人 今天白天仍有低溫警報 得等到週四白天陽光露臉 氣溫才會回升 民眾外出的時候保養工作 還是做好做滿才不會著兩樂 紀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